张师傅说当时掉下这么一根筷子粗细的钢筋 把它吓了一跳 再仔细一看 按摩椅下面有根空心的钢条已经弯了 和那根钢筋相连的也是这种空心的钢条 钢筋就是从焊接处断掉的 张师傅今年刚满50岁 是一位木工 他说是因为颈椎和背部不舒服才买的按摩椅 但是使用后颈椎和背部并没有明显改善 反而有了副作用 我自己看不到 我老婆说我背上一大紫一大青 就是这个按摩椅造人的 它的力度太大了 所以你们想退掉是吗 对啊 不过因为按摩椅已经坏掉了 所以记者也无法证实力度到底有多大 或者是不是张师傅自己使用方法不当 张师傅说 按摩椅是在天猫本博中黄专卖店买的 当时原价3198元 优惠后支付了2198元 张师傅说他向店家客服反应对方却总是答复会派人联系 记者随后把情况反映给了天猫公关部 天猫介入之后店家和张师傅最终达成了一致 省中医院推拿科的专家认为 按摩椅并非适用于所有人群 大伙使用需谨慎 不少商家在推销按摩椅时都会宣传 针对人体某些穴位按摩达到某种效果等 专家认为这种说法同样要谨慎对待 穴位因为每个人的体型不一样 还有一个就是你不同的人是不是取同样的穴位 那肯定是肯定是如果是大家千篇一定用同样的穴位 那肯定是不科学的 这个只能说是一般的时候你如果用了以后 觉得人是舒服的 那么你可以继续用 如果用了以后你还是不舒服 或者是甚至加重的 那我建议还是要停下来 还是要让专科医生肩指导了以后 然后在指导下才能应用 1818黄金也记得报道